故事发生在1986年的香港 这天阿基的大嫂为了和阿基偷情 将女儿阿丽赶到了楼下 就在两人干柴烈火的时候 大哥带着一个小弟突然提前回了家 在从女儿那里得知了阿基和老婆在楼上聊天后 大哥瞬间就猜到了老婆可能是在和阿基偷情 大哥刚回到楼上就让小弟将阿丽送回了房间 听到有人回来的阿基连忙跑出房间向大哥解释 不管自己的事是大嫂让自己上他的 大哥起身一脚踢在了阿基的下体 随后他一边打阿基一边质问他居然敢搞自己的老婆 大嫂此时上前拉开大哥对大哥解释道 不管自己的事是阿基逼自己的 阿基对他说上别的女人不过瘾 上大哥的老婆才过瘾 阿基在旁边停后愤怒地朝大嫂扑了过去 但下一刻他就被大哥按在地上暴打了一顿 打完阿基后大哥抄起旁边的酒瓶砸在了阿基的头上 阿基被砸得晕了过去 大哥踢了阿基两脚发现踢不行 便让老婆撒尿叫醒阿基 之后大哥将阿基拉到一旁 并让小弟拿剪刀过来 等拿到剪刀后大哥愤怒地让阿基将裤子脱掉 阿基见求了半天饶也没用后 便接过大哥手中的剪刀打算自己动手 就在大哥仰头喝啤酒的时候 阿基突然一巴掌拍在了酒瓶底部 接着他转身一剪刀捅在了小弟的下体上 大嫂此时想逃跑却被阿基一把拽了回去 随后他用剪刀对着跑到门口的大哥连筒竖刀 等大哥倒下后 他拿起旁边的麻将桌用桌腿夹住了大哥的脖子 随后他在麻将桌上跳了几下 夹断了大哥的脖子 这一切都被房间中的阿丽全程目睹 弄死大哥后 阿基又将视线锁定在了大嫂身上 他先是来到大嫂身边将大嫂按在了墙上 然后又掐着大嫂的脖子让大嫂吐出了舌头 随后他一剪刀剪掉了大嫂的舌头 并在大嫂的肚子上又补了几刀 之后阿基起身就要离开大哥家 但刚打开门 他又转身来到了阿丽的房间 他将阿丽拉到门口 拿出一桶汽油浇在了阿丽身上 就在他要点燃阿丽的时候 一个年轻人突然推门走了进来 阿基连忙逃离了大哥家 镜头一转 来到十年后 阿基此时正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一家华人餐馆当伙计 这天老板娘阿玲向老公阿坚抱怨 自己越看阿基越不顺眼 阿坚安慰阿玲 现在很难找到这种工资又低 还什么都肯干的人了 随后阿坚叫住出来端菜的阿基 和他一起上楼领工资 阿基在楼梯上向阿坚反映了阿玲 总是针对自己的情况 阿坚解释说女人就是这样的了 阿基询问她是怎么忍受得了阿玲的 阿坚告诉阿基 自己过瘾时她不知道而已 阿基跟着奉承道 晚上整个唐人街都能听到两人的声音 与此同时 长大后当上空姐的阿丽也和男友一起 跟着飞机来到了约翰内斯堡 两人这次会在这里逗留几天 另一边 阿基和阿坚驱车来到了一家猪肉店 肉店老板正笑着和两人前面的一位客人讨价还价 等轮到两人时 老板却板着脸一口咬死一头猪500块 并说两人不买就滚 阿基听后对着老板破口大骂 旁边立刻就冲关了两名店员要赶两人出去 为了做生意最后阿坚还是以500块的价格买下了一头猪 离开机场后阿丽和几个朋友来到了阿基工作的餐馆 此时阿基和阿坚也正好回到了饭店 就在阿基扛着猪肉从阿丽身边走过的时候 阿丽突然感觉非常想吐 随后阿丽向路过的阿基问好洗手间在哪儿后 跑到了洗手间里吐了出来 吐完的阿丽站在镜子前又回想起了小时候的经历 阿丽刚从洗手间出来 就看到了阿基往客人的茶壶里吐口水 这让阿丽更是恶心 之后阿丽以身体不舒服的理由和男友提前离开了餐厅 深夜 阿基在酒吧和好友抱怨 自己来了南非多少年就憋了多少年 黑鸡当自己是白人 白鸡又当自己是黑人 憋得自己快受不了了 好友听后指向对面的一个金发女郎说 那个女孩有钱就可以 阿基连忙拿着钱来到女孩身边 想要将女孩带走 女孩连声拒绝 但阿基却听不懂女孩在说什么 这时过来一个壮汉将阿基扔出了酒吧 回到店里的阿基在厕所自娱自乐的时候 听到了楼上老板夫妇干柴烈火的声音 这后阿基听着楼上的声音由猪肉解决了自己的问题 随后她又将猪肉放回了远处 与此同时 正在睡觉的阿基因为梦到了小时候发生的事 突然从床上惊醒 旁边在看书的阿基男友连忙询问阿基怎么了 阿基哭着对男友说 自己又做噩梦了 男友安慰阿基 等回到香港后 自己就陪他去看医生 这是阿基突然对男友说 杀自己父母的凶手就在今天吃饭的那间餐馆 虽然自己不知道具体是哪个人 但自己闻到了当年的那种血腥味 那种味道自己一闻就会响吐 男友安慰阿丽 明天睡影后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隔天早上 饭店的厨师端来一盘古老肉 告诉阿基客人要的是蒸肉饼 他给搞错了 阿基笑着拿出昨晚他用过的那块肉 交给厨师让厨师去做蒸肉饼 由于白人卖的猪肉太贵 态度又不好 所以阿基还联系到了一个叫祖鲁的黑人部落 去买猪肉 途中两人来了尿意 将车停在了草地里 就在两人放水的时候 一只豹子来到了两人附近 不要乱动啊 千万不要乱动 不要动啊 你动就没事了 你不要过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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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乱动啊 你怎么会这样 我会这样 坏神呢 八蛋 我这尿还没尿完呢 我已经尿完了 哇 我操你怎么搞错啊 在我身上尿尿 之后两人在行驶中看到了一个半裸着上身的部落少女 阿姬看着女孩走路虚弱的样子感觉女孩可能是生病了 阿姬连忙嘱咐阿姬在土人的地盘不要理那么多事 两人来的目的是买猪 没过多久两人就来到了目的地 此时部落似乎正在举行什么仪式 七八个手拿长矛的族人正在围着五个生病的族人不断转圈跳舞 中间还有个祭祀一样的男人在指挥着转圈的几人 被围在中间的每个病人都已经全身溃烂 阿姬两人看了一会儿后来到旁边找到了部落首领 阿姬向首领说明自己的来意后转身就想去拿猪肉 但却被首领叫住 首领让他先交钱再拿货 本来猪肉是200块一头 但由于首领的算术不太好 被阿姬忽悠着300块卖了两头 阿姬来到旁边以为地上盖着布的就是猪 边一把掀开了盖着的布 但布的下面却是一具尸体 阿姬被下了一个跟头 首领过来告诉两人猪在旁边的桌子上 回饭店的途中 打着哈气的阿姬为了躲一群大象 不小心将车撞在了旁边的树上 旁边被撞醒的阿姬指责阿姬太蠢 难怪自己的老婆总是骂他 阿姬听后也来了脾气 他愤怒地对阿姬说 最多工作的是自己 最少工资的也是自己 说完阿姬下了货车向远处走去 没过多久 阿姬就走到了一条小河边 这是阿姬在河的对面看到了之前 在路上看到的部落女孩晕倒在了河边 他赶忙来到女孩身边查看女孩的状况 就在阿姬往起抱女孩的时候 他无意中抓到了女孩的胸部 这让阿姬心生歹意 随后阿姬侵犯了女孩 在他侵犯女孩的过程中 女孩突然浑身抽搐了起来 阿姬也被女孩假作动弹不得 并且女孩还从口中喷出一股液体 喷到了阿姬的脸上 见实在无法脱身 阿姬捡起一块石头疯狂地朝女孩的头上砸去 将女孩砸死后 阿姬慌张地跑回了车子撞树的位置 此时阿姬也正好修好了车子 回到店里后 阿姬整个人都显得有些萎靡不振 在切肉的时候 他还因为回想起之前的事而切到了自己的手 阿灵此时来到后竹催促阿姬赶紧上菜 在给客人端菜的时候 阿姬手上的血沾到了客人的菜上 随后阿姬双腿一软晕倒在了地上 老板一家赶紧喊来伙计将阿姬搬到了楼上 之后阿姬找来大夫为阿姬做了检查 阿姬发烧得很严重 大夫建议阿姬将阿姬送到医院 阿姬就告诉大夫阿姬不方便去医院 大夫对阿姬说 他已经为阿姬打过针了 如果过两天再不退烧的话 阿姬可能有生命危险 这是阿灵走进房间不耐烦的抱怨道 阿姬要死就快点 不要在这里烦人 阿姬赶紧拦住了乱说话的阿灵 在大夫要离开时 阿姬告诉大夫 他今天和阿姬去过一个黑人部落 那里有很多病得很重的病人 而且还有些死得很恐怖 阿姬会不会是得了传染病 在得知了部落的名字叫祖鲁后 大夫答应会回去帮阿姬查一下祖鲁部落 临走前 大夫询问阿姬 两人有没有和部落里的人有过肢体接触 阿姬连忙说没有 大夫走后 阿灵赶紧拦住了想要给阿姬喂药的阿姬 阿灵生气地对阿姬说 阿姬都已经病得半死了 他还敢去碰阿姬 阿姬要是死了 人家还以为是他弄死的 阿姬既是通缉犯又是非法拘留 如果查到他 监狱都有他的份 阿姬赌气地反驳说自己也是通缉犯 见阿灵不以为意 阿姬又接着说 幸亏阿姬没死 如果阿姬死了 到哪里找个工资这么便宜的员工 就算阿姬真的死了 直接丢到森林里就好了 阿灵却让阿姬现在就将阿姬丢到森林 不然阿姬死了谁还来餐馆吃饭 两人吵着吵着就要动手 但阿姬最后还是压住了怒火 傍晚 大夫将阿姬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阿姬刚一进门 大夫就赶紧将阿姬摸过的地方都擦了一遍 随后大夫将一个口罩递给阿姬 让阿姬戴上口罩和自己说话 之后大夫告诉阿姬 今天电视的新闻说祖鲁区已经成为了伊波拉病毒的疫区 伊波拉病毒的初期就像发烧感冒一样 但在病发以后72小时之内 病毒就会慢慢的侵蚀人的内脏器官 慢慢溃烂 七孔流血非常吓人 阿姬激动地询问阿姬难道感染了伊波拉 大夫回答 既然他们两个去过疫区 阿姬也有这个症状 他认为最好马上将阿姬送到医院隔离 因为这种病毒是通过体液传染的 阿姬的口水 精液 血液 都可能带有这种病毒 甚至阿姬喝过的水 别人碰到都有可能被传染 他建议阿姬和他的老婆最好也去医院检查一下 阿姬惊恐地询问大夫 染了这种病是不是死定了 大夫告诉阿姬 根据资料来说 一千万个人中会有一个人有抗体 这种人染了病毒之后 初期会发高烧 但不会发病 退烧之后就会变成带菌者 将病毒传播开来 与此同时 阿灵拿着一块白布盖在阿姬身上 打算将阿姬扔出去 他试了几次 但都没有拽动阿姬 他便起身打电话给表哥 让表哥来帮忙 这时躺在沙发上的阿姬突然坐了起来 他摸了摸自己的头 发现烧已经退了 随后他起身质问阿灵 是不是想让自己死 阿灵被吓得连忙朝楼下跑去 阿姬追上阿灵 将阿灵按在桌子上 打算侵犯阿灵 这时阿坚正好回到店里 看到了这一幕 阿坚想要上前阻止 却被阿姬喝住 阿姬激动地对阿坚说 如果他要过来 自己会连他一起收拾 阿坚挑后上前一轴 打在了阿姬的胸口上 但阿姬回手拿起椅子 就拍在了阿坚的身上 阿坚也回身一脚 踢在椅子上 将阿姬绊倒 随后阿坚抱着阿灵 就朝楼下跑去 但阿坚刚跑到楼梯口 就被阿姬一脚踢了下去 阿坚起身 将阿姬按在了桌子上 阿姬随手拿起桌上的牙签盒 捅进了阿坚的眼睛里 阿坚痛苦地在地上不断翻滚 就在阿坚要跑出饭店时 阿姬用大门夹住了阿坚的脖子 直到将阿坚的脖子夹断 阿姬才停手 随后他试着将阿坚的尸体 拽进屋里 但刚一用力 阿坚的头就被拽了下来 截着阿坚又在桌子上 侵犯了阿灵 并且他还用嘴 将阿灵的眼球吸了出来 之后他拿起桌子 砸在了阿灵的脖子上 就在阿姬将两具尸体 搬到厨房想要处理的时候 门口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阿姬开门发现 来人是阿灵的表哥 表哥刚往屋里走了两步 就被地上的鲜血滑倒 阿姬拿着白布 蒙上表哥的头 不断朝地上砸去 直到表哥被砸死 阿姬才肯停手 随后阿姬先是清洗了地面 然后又将三人的尸体 打成肉馅做成了肉饼 之后他又将肉饼 做成了汉堡 并为汉堡取名为非洲叉烧包 隔天早上 其他来上班的员工 询问阿姬老板和老板娘 怎么不见了 阿姬告诉三人 昨晚由老板老家的电话 打了过来 老板一家今天一大早 就回老家了 自己也不知道 他们两个什么时候回来 来到厨房的厨师 询问阿姬 怎么做了这么多汉堡 阿姬纠正厨师 这不叫汉堡 叫非洲叉烧包 厨师听后一头雾水 阿姬解释说 这是自己研究的新品 之后阿姬将汉堡 发给了所有客人试吃 我现在就叫你分开 西条鸡 马姨 你这用什么鸡 做得好好说 脸又有屁股 开玩笑 下午阿姬将几个伙计都支走后提前关了店 随后他来到楼上开始找起了阿姬的财产 但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财产的影子 找到了 找到了 此时阿丽为了确定杀死自己父母的凶手到底在不在餐馆 和男友又来到了阿基所在的餐馆 刚一见到阿基 阿丽就又开始想要呕吐 阿基本想直接轰走两人 那见阿丽的身体似乎不太好的样子 便让两人进屋休息一会儿 刚一坐下 阿丽就询问饭店有没有一个叫阿基的人在这里工作 男友也在旁边补充道 阿基是阿丽一个很多年都没有联系过的亲戚 现在只知道他在附近的一家中餐馆工作 阿基告诉两人 以前似乎确实有一个叫阿基的人在这里工作过 但现在已经去了别的地方 说完阿基起身去厨房为两人倒茶 阿丽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就是阿基 男友却让阿基不要轻易下这种判断 毕竟他已经不记得阿基的长相了 此时厨房里的阿基偷偷地将一把小刀踹进了兜里 将茶递给两人后 阿基将手插进藏着小刀的口袋 继续和两人聊起了阿基的事 两人见再问也得不到更多信息 便想起身离开餐厅 但阿基却一把抓住了阿丽的胳膊 让两人喝完茶再走 这是刚好店里来了两名要用餐的客人 帮两人解了围 离开饭店后两人直接来到了警局 警官听完阿丽的报案理由后对阿丽说 他不可能只因为阿丽感觉一个人是杀人犯 就去拘捕那个人 如果都这样那就不需要法官了 最后两人只能无奈地离开了警局 在香港这些大小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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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过多久两个女孩就分别在麻将桌上和理发店里发了病 接到消息的杨国立独察带着两名助手火速赶到了医院 随后医生细致地为三人讲解了伊波拉这种疾病 起初病人会有感冒的症状 之后一两天内患者的身体就会出现粉红色的损伤 接着会红泡流浓 流血和流出奶白色液体 更严重地会流出周壮的物体 48小时内病人会呕吐 腹泻 炎而口鼻出血 内脏功能全失并且逐渐溶解 到了第三天会更加严重 这是阳警官旁边的助手被幻灯片图片恶心地跑到旁边吐了起来 等助手吐完后 医生又接着讲解 到了第三四天 病人的死亡率会达到百分之百 但是也会有些人感染了病毒但并不会发病 从而变成带军者 这样的机会是千万分之一 他希望警方能尽快找到病毒的元素 因为伊波拉的传染性很强 多一天让他在外面活动 就会有更多人被传染 随后阳警官找到了为阿基介绍女孩的女人 在得知女人还记得阿基的长相后 阳警官吩咐旁边的助手带女人去做拼图 这是阳警官的另一名助手 将两个女孩的随身物品倒到了阳警官的桌上 在得知所有物品都已经消过毒后 阳警官从物品中找到了一盒酒店的火柴 之后他带着两个助手来到了阿基入住的酒店 但由于不知道阿基的长相 三人正好和阿基擦肩而过 等三人得知了阿基的身份追出酒店时 阿基已经打车离开了酒店 另一边南非的警方查到第一批病人 都是阿基监餐馆的顾客 警方在剩下的伙计口中 得知了老板一家已经失踪 而阿基是十年前从香港逃过来的逃犯 并且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阿基跑去了哪里 之前接待过阿基的警官 在得知了这些情况后 立即联系了香港警方 在收到南非传过来的资料后 阳警官吩咐助手 去移民局将这个越来香港的旅客资料都拿给自己 之后杨警官将阿基叫到了警局 并将阿基在南非和香港做的一切都告诉了阿基 杨警官叮嘱阿基 如果他再见到阿基 千万不要接近阿基 不然很可能会被染上伊波拉病毒 与此同时 阿基根据手中的地址 来到了前女友阿霞家 他刚上楼就看到了阿霞和老公吵架的一幕 随后阿基向阿霞表明了身份 进到了阿霞的家里 阿霞将女儿捧回屋后 嘲讽地对阿基说 自己还以为她已经死了 现在又回来干什么 阿基解释道 自己当年是因为杀了人才不辞而别的 而且也是怕连累阿霞 自己在南非十几年一直都想着阿霞 阿霞生气地询问阿基 这次回来他是想被抓吗 阿基从头里掏出一本护照 告诉阿霞 自己已经不是以前的香港阿基了 自己现在是加拿大阿基 说完他打开护照 让阿霞看他手工改革的护照有多完美 此后他告诉阿霞自己发财了 并从兜里拿出一枚钻戒送给了阿霞 阿霞兴奋地借过钻戒 看了几眼后 又将钻戒还给了阿基 并说自己已经结婚了 阿基起身将戒指带到阿霞手上 并说自己的就是他的 他老公只是顶替了自己十年 自己才是阿霞的原配 之后阿基领着阿霞母女来到了一家商场 在挑衣服的时候 阿基一个喷嚏 将口水都喷到了旁边 正在睡觉的柜员嘴里 买完衣服 三人又来到了一家冷饮店 在收杯子的时候 服务员受伤的手指 碰到了阿基吃过的冰淇淋 离开冷饮店后 阿基又将一个喷嚏 喷到了一个路过的社会人脸上 傍晚 阿基在阿霞家 等到了阿霞的老公阿彪 阿基对阿彪说 阿霞现在是自己的人 他可以开个价 阿彪笑着说 买一送一 一口价十万块 阿霞见状上前和阿彪争吵了起来 前两人越吵越厉害 阿基抬手将自己喝过的啤酒 泼到了阿彪脸上 阿彪不仅没有生气 还伸出舌头舔了舔手上的啤酒 随后阿基从兜里掏出三千刀 递给阿彪让他快滚 阿彪在离开的时候 还将阿基喝过的啤酒带走了 很快 之前接触过阿基体验的所有人 都陆续发病进了医院 与此同时 坐在出租车上的阿力 突然感觉一阵反胃 而此时阿基就在他的附近 阿力连忙下车开始寻找阿基 很快 他就在街道对面 发现了阿基的身影 阿力跟踪了阿基一段路后 他来到旁边的商店 将阿基的行踪 打电话汇报给了养警官 随后阿力跟着阿基 走进了旁边的小巷 还没走出多远 阿力就被藏在角落的阿基 勒住了脖子 阿基随手拿起旁边的铁棍 打算收拾阿力 阿力连忙咬住阿基的胳膊 挣脱了束缚 之后阿力跑出小巷 碰到了刚刚赶来的养警官 此时阿基也趁机逃离了这里 看着阿力嘴角的鲜血 养警官询问阿力 血是哪里来的 阿力这才意识到 自己已经沾到了阿基的血 与此同时 正好吸食伪劲品的阿彪 也突然发病 倒在地上抽搐了起来 另一边 两名警员给养警官 送来了几件防护符 由于防护符 主要是给一线的医护人员用的 所以送来的一共也没几件 深夜 刚和阿霞干拆烈火完的阿基 邀请阿霞和自己一起 离开香港移民大陆 阿霞笑着答应了阿基 隔天 杨警官在医院 从阿彪那里得知了阿基 现在就在阿霞家 而此时阿霞也在电视新闻里 看到了关于阿基的报道 在得知阿基身上携带 有伊波拉病毒后 阿霞整个人都呆在了那里 这时阿基从卧室里出来 大声地对阿霞说 电视里暴打的都是警察 为了逼自己出来编的假新闻 阿霞似乎完全不在意新闻的内容 只是让阿基先坐下吃饭 阿基来到厨房洗了个手后 拿起旁边的菜刀当镜子照了起来 这是阿基突然听到门口 传来了开门的声音 阿基连忙跑到门口 发现阿霞已经将自己锁在了屋里 阿霞在门外愤怒地指责阿基 明明感染了伊波拉还来找自己 分明就是想害自己 他现在就要去报警 说完阿霞抱着女儿朝楼下跑去 刚跑到楼下 阿霞就碰到了刚刚赶来的杨警官 在得知阿基在楼上后 杨警官立刻带着警员就朝楼上冲去 而阿霞则被交给了杨警官的助手 此时阿基先是从二楼跳到了旁边的货车上 然后又跳下货车抢走了阿霞的女儿 听到声音的杨警官又连忙带着警员跑到了楼下 阿基抱着阿霞的女儿 愤怒地指责阿霞居然敢出卖自己 杨警官连忙解释说 他的下落是阿彪告诉警方的 接着杨警官告诉阿基 他是伊波拉病毒携带者 希望他能跟警方去医院 阿基听后开始朝着众人吐起了唾沫 众人被吓得连忙后退 之后阿基一边朝后吐唾沫 一边抱着阿霞的女儿朝远处走去 杨警官吩咐旁边的警员赶快找人来消毒 并让警员立刻准备麻醉枪 随着他带着其他警员继续朝阿基追去 阿霞也趁机挣脱着抓着他的警员追了上去 并且阿霞还先警方一步追上了阿基 就在阿霞和阿基争抢女儿的时候 阿霞突然倒在地上抽搐了起来 杨警官对着阿基大喊 他深深的病毒已经害死很多人了 他快放了阿霞的女儿吧 阿基却反驳说 病毒又不是自己造的 关自己什么事 伊布拉是上天制造来对付他们这群臭警察的 有种他们就开枪 反着自己的血有毒 说完他见阿霞一直不停抽住 边一边后退 一边让警察为阿霞叫救护车 杨警官吩咐其他警员将阿霞送去医院 而他自己则继续追捕阿基 中途杨警官一枪打在了阿基的右臂上 阿基转身朝着杨警官走了过来 由于阿霞女儿还在阿基怀里 所以杨警官不敢继续开枪 阿基来到杨警官身前 一菜刀打掉了杨警官手上的枪 接着又一脚踢翻了杨警官 随后他从伤口里吸出鲜血 喷了杨警官一头盔 还一刀砍坏了杨警官的防护服 杨警官连忙脱掉了头盔 之后在淘宝的途中 阿基见人就喷血 这时他发现怀里的阿霞女儿 已经不小心被自己勒死了 他只是对着女孩的尸体 说了句不关自己的事 这时拿着麻醉枪的警员 突然一枪射中了阿基的右臂 阿基连忙躲到小巷里 拔出麻醉枕 将麻醉枕射中的那块肉 用菜刀割了下来 随后他继续朝着小巷外面逃去 但没过多久 杨警官就突然从旁边 窜出扑倒了阿基 两人倒下的时候 被旁边碰倒的汽油桶浇了一身 随后杨警官拿起旁边的喷枪 隔着火炉朝阿基喷去 阿基瞬间就变成了一个火人 但他没有停下脚步 依然朝着街上跑去 刚跑到街上没多久 他就被一辆出租车撞翻 杨警官连忙跑过来又补了几枪 很快阿基就躺在地上断了气 附近听到枪声的警察 连忙跑过来想要查看发生了什么 杨警官连忙让警员不要靠近自己 并说自己身上的血都是阿基的 而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给大家看这种感觉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相比于人肉叉烧包 这部电影的变态程度要更高一点 但是尺度还是相差不多的 而且有些内容和叉烧包还蛮像的 毕竟都是邱李涛导演的电影 我看导演的访谈导演说 这部电影的基本故事结构 是制片人王晶想出来的 在影片前期的准备工作期间 王晶给予了指导 后来王晶退出了一段时间 完成拍摄后 在开始合成之前 王晶再次指出本片哪些地方好 哪些地方拍得不好 邱李涛导演也很高兴 王晶能认可本片 而且这部电影也是邱李涛导演 第一次和王晶合作 这部电影的尺度依然很大 不推荐胆小的朋友去看原片 最后感谢大家的关注三联和充电 也谢谢大家能看到最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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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